学测即将来临 校长经过自习室或教室的时候 我看着高三的同学们备战的身影 充满了期待跟疼惜 有的同学模拟考 有考出应有的水准 但是有的可能还不如预期 校长知道同学内心都想考好 我对你们寄予厚望 而且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达成 人在关键时刻的进步是很惊人的 你的心态会决定着你接下来的成败 倒数60天还是大有可为 校长整理了三大面向 九点叮咛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第一个面向是 校长要提醒各位 要谨守学习纪律 第一个叮咛是 挖掘潜能大有可为 不管你现在的情况如何 都要相信自己还有巨大的潜能 从现在到学策 往前超感数十名的人大有人在 你要坚定意志 全力以赴 第二个叮咛是 你们要用团队的纪律来备战自己 大考不仅是知识的竞争 也是纪律的竞争 改变影响读书的习惯 全班一起签署公约 进班级就收手机 动静分明 人难免会有惰性 当你们用团队的契约 破釜沉舟跨出数字圈 来积极备战 那样子的效果是很大的 第三项叮咛是 你们要在合奏中去把握自我 记住请跟着老师 踏踏实实的复习 也要有自我的意识 根据自己的情形 来做一些调试 在和谐的前提下 处理好独咒 第二大面向是 校长要提醒各位 要抓准考试的趋向 这边也有三项叮咛 第一点是 你可以去做模拟答题 来保持手感 让自己保持对问题的敏感度 要模拟真实 现实来做一个训练 建议你可以找一组题 比方说时到的选择题 或者是一题的非选 计时来完成 试着去模拟考试的情境 训练自己在紧张状态下的思维 把每一次的练习 当成一个通达知识 训练能力的好机会 第二个小叮咛是 你要去充分的理解评分的规准 有不少的考生 因为答题不符评分的规准 分数就低下来了 非常可惜 特别是非选题 你要去找考题完整来认真做 再去对照评分的标准 看看是否答题严谨 必要的时候 可以请教老师来指导 第三项小叮咛是 学策的考题 它的趋向是素养命题 灵活运用 学策的考前不建议各位 再继续去供一些建设的难题 而是要回到根本 重点不在你做多少题目 而是要把基础的观念 弄懂读通 第三大面向 校长是要跟各位提醒 你要心平气和 不焦虑 这边也有三点叮咛给各位 第一个 维持内在平静 保持笑容 人的表情 还有姿态 会影响你的内在情绪 还记得校长教过各位 属呼吸 让内心平静的方法吗 除了可以让你的心定静下来 还要发自内心去疼惜自己 为自己打气 嘴角保持微笑上扬 这样子会让你心情内敛 稳定又不乖章 也不容易陷入紧张 忧郁恐惧 第二个小叮咛是 你要适度的运动 并且要有一些的人际交流 这两项都同等重要 读书看起来很像是只有动脑 但是却是很好体能的 距离学测还有60天 校长希望同学根据自己的情况 适度的运动 比如说散步、跑步 或者是打一会儿的球 运动可以让你分泌多巴胺 能够缓解紧张的神经 提高学习效率 准备考试不是要你整天 头也不抬点 坐在座位上猛K书 下课或者是放学时间 事实上可以到走廊 跟同学交流 尽量别在教室喧哗 记住 同学之情对于彼此的激励 减缓压力 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一个小叮咛是 别因为慌乱来搞疲劳战术 千万不要因为担心读不完 熬夜苦读 疲劳战术只会造成恶性循环 过度的疲劳除了体能下降 也容易引起心理的不适 其实时间还够 只要你白天跟晚自习的时间 该专心的时候 摒弃一些的分心员 比如说手机 你就不需要去慌乱了 以上是下场整理出来 九点叮咛 我跟各位分享 希望能够对各位有帮助 还是要跟各位说一声加油 第二次 再次